午夜 不知道妳要去哪裡嗎? 午夜 午夜談的哪裡? 午夜 什麼飯店? 飯店 飯店 Let's go 然後跳的 氣派的感覺 馬上就有飯店的人員來見 Sindy RT 好多人喔 好漂亮的狗隻 好 房間的浴池熱水也是溫泉 在房內可以看 好 它可以飲料點心 房內都是免費招待的 不過想要更換枕頭 我們有28款枕頭可以做選擇 媽媽我都要 我還可以做雷茶耶 再來免費的活動就是 早上成績慢步 可以帶您走房間的步道 付費的行程如果有時候參加的話 記得早上請簽約 請簽約 好漂亮喔 上來就好漂亮 可惜天氣沒有很好 天氣好會超美的 對 但是天氣好它整個顏色又不一樣啊 先到九一四 另外一間房還沒準備好 哇好大喔 超棒喔 超棒的 真的 很多 Random 房間都是免費的樣子 媽媽 媽媽 還有副腳精跟口服 小朋友最開心的 貼心 這麼棒 很漂亮喔 大叔現在頭很油的 看我做的 我們來看看那邊 好 這是分開的 這樣蠻好的 喔 那個 把那個窗打開 好可愛喔 喔 看看 溫度計 這間是 就是景還沒有OK 我有看到官網有更漂亮的 不知道是不是特別預訂 20度 漂亮的盒子 喔 Dyson 跟我們家一樣是不是 這邊是 山景的 好 這邊的浴室 也是很大 喔 這個也是分開的 OK 好有全身景就加分 房間感覺起來好像都蠻大的 還有看起來很舒服的湯蠅 還有看起來很舒服的湯蠅 山景其實也是很賞心悅目 雖然說就是門口在那邊 但這樣過去 山景房也有就是看得到 很漂亮 厲害捏 很強欸 這裡真的很漂亮 我以前好像來過 但是沒有什麼印象 它有一個是招物碼頭的 商店街 喔 這個其實是比較小的 我們晚餐決定來碼頭老街 中午沒吃好餓喔 看得好想立刻吃喔 這間 吃得差不多才想得還要入 然後還有竹筒飯 等一下還有一個菜 好久沒有吃竹筒飯了 來了一個有菜的 這間還不錯 這間蠻好吃的 總統魚酥捲重要 甜蜜 兩個都原味的嗎 也可以做對於綜合的品牌 還有竹筒可以做搭配的 這個看起來很多人排隊 這家很可以買 紅茶蛋捲 花蝴蝶蛋捲 這家的冰很好吃 它的香草籽很香 然後還有布丁味 看到這些想吃 脆皮鯛魚燒 看起來很好吃耶 對不對 老街當然就要逛啊 10塊錢 小時候真的都會很喜歡看這種 這個已經很貴耶 真正的鱷魚皮 好喔 知道了 真的是第一次看到了 哇這家店真的是蠻奇怪的耶 抬頭一看 原來這麼豐富 媽媽這個是真的牛頭嗎 好像是耶 我覺得這是一個不同的世界 我們在日月潭老街這邊的全家 找到這麼多 這邊沒有人要買這個嗎 好嗨喔 你要全部拿嗎 對 其實有這堆人在便利商店拿一堆東西 為什麼要在這邊買一堆零食 蛤為什麼 都是你啦 被我們買到衣布了 開心 玩得很累了 快就睡著了 我覺得這飯店呢 雖然看起來有點舊了 但是 住的感覺真的非常棒 就是以服務為重的那種感覺 走到哪 隨時都有人想要服務你 我的那個口罩啊 突然就斷了 然後我就這樣子放著 他們的服務人員看到 立刻拿了口罩來給我 免費提供給你 你進出電梯 服務人員有看到的話 立刻上前來幫你服務 整個就覺得 哇這個飯店真的是好貼心喔 讓你身心靈放鬆 度假乾十足 我很期待他們的早餐 可以吃到12點 可以從附近出 這樣中午就不用再吃 很棒 早安 來看 早上八點多的湖面 其實應該要清晨起來 聽說清晨的湖面是最漂亮的 昨天比較美 陰天的時候 早上 他們先去做那個DIY 就是飯店門口 帶他們出來之後 還要爬一小段 早上就要這樣 爬坡去做DIY 好像還蠻 身體健康的感覺 還要爬樓梯上去 名人波 我爬一下 我的坐骨神經就痛了 他們說有人要來帶我 喔好像看到人了 好 很好 很久沒這麼 早上起來需要這樣運動的感覺 搖手 哇 我看 什麼 好 還蠻喘的齁 我們自己爬其實也蠻喘的 菇油花皮嗎 菁油嗎 菁油嗎 沒有 因為它在倒就 就全部都是油 把它都丟進去就對了 沒鎖緊 沒鎖緊 因為 都沒有完全鎖到黃色了 很陽光 還真的兩分鐘就做完 去吃早餐 然後我家現在一堆傷者 結果來爬這個 呵呵呵 你這樣要不要好好保養身體 要不要 要不要啦 要不要啦 不弄好 你被子就拐著走路了 剛剛是不是媽媽先下來 那因為我們有同時幫你保留戶外跟室內 你們講說戶外還是室內 室內 然後還在用餐 那我帶你們多吃 啊 謝謝 全部都很清楚 是不是 真的很棒 蔬果區看起來 很豐富 近看更厲害的 有味 這邊還有水果 我還以為只有那邊 看到阿安在挖蜂蜜 你最喜歡挖蜂蜜 對 也好吃 現在很厲害這個松明 看起來蠻專業的煙包區 很好喔 非常棒 這邊也是欸 哇 好多喔 好飲品區 還有啤酒欸 還有氣泡飲品 就氣泡水龍可以自己煎 這麼高級 哇喔 酷欸 中式還有一大區 很認真的中式 普遍 小孩最愛 OK又是不同的鬆餅 料 佐料 優格 都一直延綿到那邊 都還有中式的欸 我知道 而且還有那個啤酒 每個吃一樣就飽了 糕就會很飽 你在那邊 以前小時候我最討厭吃粥了 現在每次看到粥就這樣 看起來很可愛的 燙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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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套在這裡 夾中的蔬菜 牛肉湯 可以燙牛肉 雞蛋區 喔 還有不同的蛋喔 蛋蛋蛋 蛋蛋蛋 酥肉 OK 抓到在這裡 咖啡區 飲料區還蠻多的欸 這邊又是一個飲料吧 先來吃個滿滿的芹菜 你要吃兩個都蛋就對了 就是 可以自己選的 瘦肉 對 現打果汁 自己弄氣泡魚 Fresh 你如果不想那麼健康的話 還有非現在 好不好 看起來非常美味的可送送餅 Perfect Perfect 好喔 現在中午 湖景感覺好像又不同了 看起來很美 這個包包是飯店的是不是 對阿 飯店整個就很貼心 放 先登記 OK 好喔 就是先進來這邊 放東西 這個是放鞋子 喔 這邊 這邊是下雨子 大欸 好棒欸 這邊是溫的嗎 好溫的這全部溫的 那邊也是 溫的溫的溫的 哈哈哈哈 休息區域也是 還不錯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滑水道 好 這個是一般的泳池 喔 這超乎不錯阿 陸外溫水區 喔 它就是一個小區域 OK 很幽靜的感覺 有烤箱蒸氣室 你為什麼看到鏡頭就縮肚子 好啦OK 你為什麼看到鏡頭就縮肚子 然後有沒有背後看不出來 以為還是一個瘦子 我覺得是一個猛男 肚子放出來 好好結束 來拍一下遊戲區 很用心 這晚一點 小朋友就會超多在這邊玩 整個地板 還蠻讚的 下來這好像有身高限制的 130以下 很漂亮的感覺 攀岩區 蠻有趣的感覺 裸湯區 下午茶在這裡 下午茶景 一套下午茶是 就是像這樣的陰式三層的下午茶 他們的下午茶也很豐富 就是可以玩一玩 然後來吃個下午茶 到五點 因為下午茶有什麼牛肉漢堡 牛肉麵 咖哩飯 海南雞飯 正式的餐點都有 還有英式下午茶那種 吃完下午茶 晚餐也可以不用吃 小貴婦 小貴婦 現在吃了 小貴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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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貴婦 小貴婦 這起來很好吃耶 真的啊 小貴婦 你覺得如何很有水準嗎 小貴婦 肉還蠻多的阿 肉好大塊阿 小貴婦 我應該要脫衣服嘛 小鱷魚就要生氣了 小鱷魚說你為什麼不穿衣服 可是我在家就沒穿衣服 嗯什麼 好吃的 麵很讚嗎 嗯是什麼 哇這下午茶浮誇耶 哇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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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男孩的選擇就是這樣 我要開始了 好 喔唷 喔唷 優質 好喔 好吃 胡瓜配咖哩 鋁咖哩 變色很漂亮喔 很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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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 哇 很像保養品耶好可愛喔 蜜蘆會凍 然後加那個蜂王爐 全部都可以吃喔 這也可以吃 然後這是起司醬加食糠 養生漢堡 中間的話要加一點點小蜂巢 肉絲這個是人山雞肉絲 加米香 嗯 中間這個是鮭魚捲肉 好 然後下面的話它也是可麗露 好 中間層是鹹的 上下的是甜的 好 烏光下午茶 葡萄酒跟萊姆確定喔 質感透 美露怪獸幾間限定 它看起來很像義大利麵 很有水準 呵呵呵呵 你什麼都想吃吃看 好 它目前的水在這裡喔 它煮過後會跑來這邊煮咖啡 然後煮完以後經過過濾會再回來這裡 好 它煮好以後火會自己蓋起來就熄火了 好 所以等它煮好我就幫你們蓋小杯子過來用 好 謝謝 謝謝 唉唷 服務真好 晚上 房間可以看到 原住民表演 這飯店活動很多欸 好 整天呢 熊妹經過了一番吵鬧 現在竟然又要睡覺了 他們現在在何時睡在一起 又講話講不聽 已經超過五分鐘囉 蛤 我想要聊聊 你看又有其他的事情 我要聊聊 睡前就是很多出頭 走回路都怎麼不按分 好的要睡了 明天早餐比較不一樣 預定在樓頂 那樓頂不去拍了很多照片 真的超美 希望明天早上的天氣會不錯 晚安 其實我老公記錯了 他以為是樓頂 但其實不是樓頂 大廳的右手邊 欸好像一個私人 VIP包廂的概念 早餐的菜單 好貼心喔 拿東西來給他們畫畫 有沒有畫 還準備 畢業 這邊真的到處哭 好原來不能上頂樓的原因 是因為 13歲以上 才可以在上面吃飯 很怕小孩太衝動 在那邊衝來衝去 是有點可惜 樓頂就是真的很美 這早餐就有點法式的概念吧 就是會吃很慢 這樣子 好豐富的前菜 香菇有醋 美 喔好多顆 人掉了 名人的咖啡又來了 大叔說一下感言 還要不要再去住 一定要的 肯定在飯店裡住 洗好幾次澡 洗好幾次澡 到處都可以洗澡 有個玩不玩的感覺 都很滿意 隨時都在服務你 你覺得下次還會想再來嗎 你最喜歡他哪個部分 還是都很喜歡想不出來 想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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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你跟我說 你最不喜歡的地方 就是有雞肉 唯一只有那個早餐的雞肉 乾死 去buffet的話 你就找不到缺點了對不對 對 他們buffet真的很厲害啦 真的東西多到不行 牛肉湯都喝 喔對 牛肉湯是好好喝對不對 牛肉湯真的必喝 我們全家師傅都滿意 運品酒店 暫不絕口 除了今天的那個早餐 我個人覺得還好 好像吃buffet比較high一點 尤其有小孩的時候 不然就是得去頂樓心上那種風景 就是沒有小孩的時候 會覺得比較值得 有機會還滿想吃看他的鐵板燒 跟三星的那個餐廳 然後 玩得太累了 就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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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